原金太阳能公司屏东模组新厂今天下午4点在举办上凉一事,屏东县长潘孟安及县府相关各局处长到场祝贺,预估明年3月就能投入开始顺利生产,第一阶段初期产能为500兆瓦,万千瓦,渴望带来500个就业机会。 原金太阳能公司选在屏东投资18亿元设置模组厂,新厂位置在屏东大庆汽车工业区,今年4月开始动工,占地共14000多平,产能设计最大约为1GW,百万千瓦,初期先安装500兆瓦,是市场发展状况在逐步扩充,预计2020年第二阶段扩充完成后,最终产能将达2GW。 原金太阳能董事长廖国荣表示,上粮完成后预计年底前机台入场,明年2月底前完成机台安装及试产,并于明年3月底前正式顺利投产,为此已开始招募人员并尽量意用人在地化为原则,希望能为屏东带来最大的贡献。 廖国荣说,明年3月第一阶段就业人口约500位员工,不过等该阶段机台设备全部完成后会增至900位,第二期完成后就业人口可能会在2000人以上。 而且未来在屏东店上的投资相当看好,各种建造、维修、维运人员的需求都相当大,预估会高达5000人以上。 屏东县长潘孟安今天恭喜原金太阳能公司并肯定他们能在短短不到7个月的时间工程进度已达上量的阶段,整个公司的效率着实值得建府团队学习效法,可见原金公司的品质是值得信赖与令人放心的。 潘孟安表示,期许原金公司未来除了在屏东的模组厂能顺利营运之外,也祝福原金公司在太阳能电厂的业务开发能够蒸蒸日上,希望原金公司为屏东带来更多的绿色能源与绿能热业机会。 原金太阳能公司屏东太阳能模组新厂设在屏东大庆汽车工业区内,占地14000多屏。 记者讲记评摄影,分享屏东现场潘孟安,左四即原金太阳能董事长廖国荣,左五等人上前启动上量仪式,记者讲记评摄影,分享上量事顺利进行,记者讲记评摄影,分享原金太阳能公司屏东太阳能模组新厂,今天下午4点在举办上量仪式,记者讲记评摄影,分享。